只是他这个人最爱钱了 只要使钱 没有办不到你 你错了 阿四 你低估了你岳父 轻敌必将导致失败 到时候 不但耽误了革命工作 也白搭了你的性命在里面 他是爱钱 可他更小心 围观多年 什么技巧没见过 一旦行贿 他一定会警觉 不仅不会和我们做生意 还会怀疑到 这家英国公司的背景 甚至怀疑你 不但不幸贿 还要压低价格 他要赚钱 我们更要赚 一定要让他觉得 我们就是家 唯利是图的军火商 越是这样 他越不会怀疑 我会的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不是尽力而为 是一定要成功 是 家里的事情我都听说了 你越来越成熟了 只要小心谨慎 应付那些事情 应该没太大问题 要时刻记得 李老爷临终对你的托付 于是 多跟书云商量 他毕竟更有经验 更了解他爹 不过他有点心急 你可要稳住啊 他怎么样 他 他挺好的 挺好 我得走了 多保重 书云也是 王毕师老 来 麻烦你送一下小林先生 好 你怎么办 我的事情就拜托了 请 给二少奶奶倒醒 请 每个人都走了 然后再在有和 给二少奶奶倒醒 都准备着一份大业 登门准备给老太太 太太们道贺呢 我就说了 二少奶奶是欧大人的掌上明珠 又是欧府的大喜事 大人那儿也少不得有点心意 不必客气 你们薪水有限 还要养家糊口 心意到了就是 这位先生是 二少奶奶不认识 小林一郎先生 是李总班的老朋友 日本三井菜堂的代办 听崇光说过 只是小林先生太忙 就一直没见着 李太太真是怪我了 崇光和你新婚燕儿 我早该登门道贺 无奈俗事缠身 竟一直没抽出时间 实在是失礼了 方才听说李太太怀有身孕 这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小林一郎甚感欣慰 正好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这两天定备一份大礼 登门道席 你们日本人理罪多 可以免不了虚情假如 我怀孕 你甚感欣慰 恐怕也只是客套话 你心里不见得这么想 是不是 李太太取笑了 我小林一郎 岂是口是心非之人 我和崇光是多年好友 他有后 我真的打心眼里为他高兴 那我替崇光谢谢你 小林先生 听崇光说您尚未婚配吧 正是 崇光还说 小林先生原有为中国的红颜知己 对先生是一片痴心 可先生竟只顾着做生意发财 不解风气 如今 这位胡言之己已嫁做他人夫 听说爷已经有了身孕 不知道小林先生 是不是也慎感欣慰呢 李太太真是有心之人 我这点小事还记在心上 像我这样的人 其实就不配有什么红颜知己 我看是他配不上你吧 我看是他配不上你吧 我看嘛 谁也有你爱笑 我看不懂 你是我和崇离友人的笑 你什么时候不早了 我丈夫还在等我就不多说了 改天了我 你怎么来了 啊 罗氏啊 我正打算取的 罗欣啊 你 怎么了 刚才少白先生突然有急事来找我 你是不是碰见他了 我为什么要碰见他 我凭什么碰见他 咱们 咱们的事 他知道了吗 我们的事情跟他有什么相关 我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以后别再跟我提他了 以后这种跑腿的事 你随便找个人来就是 你有事一年人 要多小心 今天早晨念自姐姐来说 奶奶要分家 分家 分家好 二房的气啊 我早就受够 还有那个老三 再不分家 就让那个老三 把家财给败光了 关键是怎么分 老太太偏心 这次她要是分不公道 我可不答应 对了 你俩可得给娘撑药啊 我征来那些东西干什么呀 我老了又用不上 征来都是给你们的呀 娘 娘 您这是何苦 老太太大事上 几时糊涂过 再说了 你要是李家子孙 怎么就会有亲书后报 你这糊涂的东西 平时胳膊肘往外拐 也就算了 这么大的事 你不向着娘说话 反倒向着别人说话 怎么 分了家 去二房呢 吃饭拿 神神道道 老大不小 这么大了 也找不出个婆家来 你再嫁不出去啊 还不靠着我跟你兄弟吃饭呢 怎么着 还等着崇光和那败家的东西 给你养老送终呢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奶奶 不好了 老太太晕过去了 怎么可能 刚才我请安的时候 不是还好好的忙 是三老爷 三老爷听说要分家 就去往老太太打孙子们分 说来说去 老太太就急了 要打三爷 三爷从屋里跑出来 我们进去一看 老太太就晕过去了 二少爷 二少奶奶都不在家 向后姐姐叫我赶紧过来报个信 姐姐 速去老太太屋里伺候 我这就打电话 给沙面那洋人医院 叫他们派救护车来 好好好 赶紧通知崇光 对了 还有书云 等等 等等 你这糊涂的东西 老太太这次万一过不来呢 都是咱们大房的人在 这是好事啊 娘 都什么时候了 您还惦记这些 等等 等等 你懂事 守在那块 崇家千万别走开 听见没有 守着 守着啊 碰 你答应了老爷当李崇光 不分家事 分了家也是 只要你的总办位置还在 一样能替革命出力 奶奶的心思 我琢磨不透 但我总觉得 她是为了你好 分了家 三叔她得了家产 应该不会再为难你 李崇家也不会再搞小动作 崇家哥没搞小动作 你就是太老实 总把别人想得太好 你就是心眼太多 总是把别人想得太坏 这点 随你爹 我 喂 李总办办公室 崇家 什么事啊 怎么回事 人在哪儿呢 崇光 他在啊 好 我们马上就到 怎么了 三叔把奶奶气晕了 现在人在杀面医院 能不能醒还不知道呢 是吗 我还想你看看 少徒 是吗 是吗 我来 你睡觉吗 我会不会 怎么便会 我会催你了 我会儿 还不容易 说奶奶是菩萨样的人 至少还有十年的整寿呢 来 崇光 三老爷来了 三叔 您怎么那么粗心啊 明明知道奶奶身子骨不好 您就不能顺着她老人家 把事情闹到如此地步 这会儿奶奶还没有醒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您说 您说您这当儿子呢 心里能过得去吗 念慈 这事不能全怪三叔啊 老太太就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自己身体不好还来打我 念慈 你可不能糊涂啊 三叔这么做全是为了你们好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祖辈基家的家长 被一个外人占了去 三叔 你 老太太是你亲娘 你为了家产 把亲娘还成这个样子 你还有没有人心 亲不亲的是我的娘 用不着你这个不明不白的憋三 在这儿假仁假义 你若不图李家的家产 你用得着在这儿装孝子贤孙吗 我呸 你三叔 老太太让我暂当这个家 这会儿她老人家没死 我就替她正经家法 从今天起 我不准你踏进李家门 不准你再看老太太 等老太太醒了以后 看她如何处置你 老弟 对 三老爷 您先起个无法 闭嘴 只没你的事 来 春光 冷静点 春光 咱们身体不好 你心里面急躁能理解 可三叔毕竟是长辈 你要给他留点颜面 你还是先回去吧 等老太太一会儿醒来 什么都好说 你还是他亲儿子 李家的三老爷 可是如果他没有醒过来的话 这一切可就难说了 怎么办 怎么了 老太太已经醒了 真的吗 能见人吗 我见老太太一眼就行 老太太刚才吩咐 她感觉已经好多了 让大家伙儿都回去歇着 只叫崇甲少爷进去听话 怎么 goo 奶奶 冲家 来 坐 三叔和老太太办错 那是亲娘亲儿子 他一个不相干的外人 居然当着全家人的面 来羞辱三叔 还要把三叔逐出李家 这儿虽然敢怒不敢言 可是我姓李啊 三叔也姓李啊 我替我们姓李的教区 冲家 你脑子好使 也明白事理 就是胆子小 没魄力 你以为三叔我跟你似的 分一份家产 能过个日子 我呸 打从上回他在医院羞辱我的那一刻起 我就下了决心了 有他无我 有我无他 红老太太开心是吧 仗着巡抚的势力是吧 好啊 明日我是斗不过 我给你来案的 我要了他的小命 三叔 三叔 这里说话恐怕有些不方便 这万一那个家伙 埋通了这屋子里的人 咱不得不防啊 我倒是 有个地方 医院 digo 三叔 你是想往九里下落 对 我都安排好了 干净利列 шт 只要他能来 可他正恨着您了 他如何能来呀 关键就是这个呀 那就得你去请他了 除非三叔想他认错 白酒没醉 是有主意 那你就去帮我请的吧 我 不是 三叔 你放心 冲甲 我白酒没醉 你居中条河就是个河志佬 你又不知道这酒里有毒 出了事 与你无关啊 那好 我去请他 我去找你 没什么 怎么回事 没什么事 试试包 你也胆子大一点 不能什么都听他的 寸步不离跟着 一定不能胡吃乱喝 二 不能乱蹦乱跳 二 好好安身地躺着 坐着 有时间可以到花园走走 要出门也不是不行 一定要叫小丁跟着 马车一定看好 向下车千万小心 他要是不听话的话 立刻禀报大小姐 不就带电话给我 听清了吗 听清了 你如今是得了上方保健了 竟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挟着起我来了 如今不比从前 性子总得改改吧 好了 我得走了 抓紧办完事 早点忙完 早点回来看你 听话 二少爷 阿川姑娘不见了 怎么回事 昨天还好好的 昨天晚上 小丁送东西过去 就不见了淳姑娘 想是啊 出去散步了 今天一大早再过去 还是不见人影 只怕是一夜没回呀 快备车 我这就去 是 我跟你一块儿去 你又胡闹 赶紧回去待下 还愣着干吗 小姐 桃花 买衣服 还 二少爷 快 是啊 快 二少爷啊 二少奶奶 书云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没事吧 二少奶奶 二少奶奶 没事吧 没事吧 怎么样 哪里还疼啊 二少奶奶 要不要紧 请别动 女孩 我真没事 对不起 耽误你去找阿淳了 你快去找他吧 我这儿真的没事 有身子的人 还敢这么胡闹 我先不骂你 我已经叫小丁 打电话到医院叫车来了 待会儿仔细检查 要是出什么大岔子 我看你怎么跟奶奶交代 我不去医院 我真的没事的 有什么事 不是你说了算 这回惨了 怎么办好了 看来这事 是不能再麻达了 老丁啊 刚才有谁看见我摔着呢 一打扫 倒是没有人看见 那你先不要告诉任何人 先出去吧 我跟二少爷有事要说 别动 没事 我没有怀孕 二少爷 いや 你们晕灵 睡觉 就是 这瓶是 我 还差 chop 到 那 冲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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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句话呀 你打我也行骂我也行 骂你什么 你做错什么了吗 我也是一时着急 我怕你过不去那一关呢 那我应该夸你 夸你脑子快 敢想敢干 帮我渡过难关 我应该谢你 我是怕你心不定 你一心只想着跟阿淳回香港过小日子 辜负了少白和老爷对你的嘱托 所以我 就想断了我的后路 让我心里糊涂 死心塌地地留在李家 帮你的秦少白卖命对吗 大蛇大气嘴 你这叫真高 算你狠 打定了主意 看着我会上当对不对 你敢撒这么大的火 又是看着我阿四是个老实人 不敢占了你的便宜 撒腿就跑对不对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把我这么拈来拈去 就为了你那么一点想法 革命 秦少白 就可以这么欺负我 耍弄我 我 我没有 你还说没有 你让我没有脸抬头见阿淳 这么多年来 我都没有让阿淳受过一点委屈 他是那么单纯 那么善良 你就那么忍心让他难过 阿淳他知道我怀疑是假的 我告诉他了 你告诉他了 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他看出来 阿淳他很聪明的 你就以为你心眼多 别人都是傻子 他看出什么了 他看出我也心疼你 不然现在对不住你 楚光 我 你还说什么 说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还敢变火花来讹我 你吃准了我 你让我在你和阿淳面前抬不起头 你让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个东西 你让我讨厌自己 你太自私 你根本不管别人 你把阿淳拖进来 拖进危险 重光 你去哪儿 还能去哪儿 找阿淳 找到他 我就回来告诉奶奶 告诉李家上下我是谁 不再当你重光 不再抢我这个家的破事 是 重光 你们俩没什么事吧 没事 好 是这样 三叔前两天 骑回老老太太 被你伸食一顿之后呢 他回去啊 越想越觉得自己理亏 这两日到这儿寝食难安了 非想当面给你赔个罪 又不好意思张口 虽然我给你送这个请柬来 他备了捉酒席 你赏个光吧 大哥 你去告诉三老爷 赔罪用不着 他老恩家说得没错 我的确不是李重光 不是李家子孙 的确是个车夫 请他放心 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 我不会要李家 一分一毫加持 重光 别跟你长辈赌气 赌气 我没赌气 我说的都是事实 大哥你不清楚吗 filler 你的天 memorial 我又把你们佑 牛干爹 全部都发现 那么刚才 我是黄狗鸥 大少爷 我 我来找二少奶奶拿样东西 你偷听我和中国说话 我没有 心里有事 说出来 老太太教我了 二少爷 二少爷 心 心 阿淳姑娘留给你的 阿四哥 我走 没走远 就在广州 现在 我眼睛看得见 有手有脚 能自己生活 你不用担心 你为我治眼睛 成了李府的少爷 还要闹革命 这里头的事情 我有些懂 有些不懂 可我知道 你是对的 不管你在别人面前试试 对我 你永远都是我的阿四哥 我不想做你的累准 我要独立 像淑芸姐姐一样 做个新世女子 淑芸姐姐是个好人 你们在一起也是命吧 你们在一起也是命吧 你要对她好 不用担心我 我 我相信你 相信你对我的情分 你相信我对你的情分 天底下 没啥能跟着情分相比 你不要找我 我会在一旁 默默等着你 等你下次再见到我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新的阿楚 阿四哥 男人做事 有始有终 你放心去做 你放心去做 阿淳真好 我安慰我 都无好 回来 任何先生 怕我 那橋段 我会积极 我作而刹我 未请ographer 今日は 我也要利用 你要积极 回来 马桶 在日臣 送当然作而是 哪里有啊 哪里有啊 不爱是你 对了 明天还要去赴三叔的宴席 你不能去 为什么 三叔忽然一百八十多大转弯 又摆酒席又弄花样的 我总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大文章 有李虫甲掺和 我更加担心 还能有什么文章 难不成他在酒里下毒吗 是吗 既然我已经选择留下来 就是要面对所有的问题 这可是你教我的 大少爷 大少爷 二少爷 二少爷 好 好 大少爷 大少爷和二少爷 怎么一起出去了 我哪知道啊 太阳打西边出来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快点 小心点 小心点 你们俩小心点啊 快快快快 小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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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 闻先生 怎么这次生意 那么快就回来了 想他们了 是不是梁神父不在 小初和小新跟着我 闻先生有点不太放心啊 你说的这是哪里花 放心得很 放心得很 小初 他出血了 没事 小初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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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小叔 小叔 爹爹 我说过了 没有 你哪说了 你知道吗 只有战胜自己的人呢 才是赢家 所以啊 你赢呢 爹爹 小叔啊 乖 我们家 一直都是二房管事 令叔公玉堂兄 可是商界翘主 我辈之表率 只可惜 二叔去世以后 是他的公子 也就是我的堂弟 崇光当家 家里 有些人不服 崇光公子 年轻是年轻一些 可是 这制造局总办当得 巡抚女婿做得 不得 在家里当家 还有人不服啊 莫非 另有隐情 文某 倒是听到过些传言 说那崇光公子是 是个冒牌货 都是传言 你 此事是 广州将军 铁山大人起的头 非说我弟弟是革命党 已经死了 现在的崇光 是我二叔找来掩人耳目的 是 这个别角将军 这是真是假 难道他还比人轻骨肉 更知道不差 这别的不说吧 这崇光公子 从小可是跟李小姐 一块长大的 要是假 李小姐应该知道 李小姐 文大人说得对 崇光是真是假 我最清楚 他就是我弟弟 李崇光 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 连铁山大人都不追究了 可家里却三天两头 有人拿这事来闹 老太太也是无奈了 这才要分家 李府的三爷 那大方呢 听说令帝 是广州的新军将领 才举过人 他对李崇光真假之事 如何看待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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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里有电话 说是有机事 哦 家里很少打电话到这里来 一定是有什么急事 文先生 先失陪了 好 李先生 你帮助了 你帮助来 我家里出了点急事 我要立刻赶回去 不好意思啊 你小心 我那儿有马车 新换的 跑得很快 家里有急事 不行 我先带你一找 好的 谢谢 请 习惯礼服 能多快就多快 是 请 闻先生 刚才你是不是问我 涉帝对崇光的事怎么看 是吗 我随便问了 我们李家从未分家 三房共聚一堂 子植被更是意气长大 骨肉轻身 崇甲是长房长孙 对弟弟更是亲爱有加 他绝不会怀疑崇光 农家不会加害他 三叔 赔罪说不上 我也当不起 您是我三叔 奶奶就只有您一个儿子 只要您孝顺他老人家 真心为李家好 您就是我的好叔叔 崇光 又有一份真心待您 明天虽说要分家 可家分情不分 到什么时候 崇光都是您的侄儿 好 崇光 好一个家分情不分哪 三叔我敬 崇甲 咱叔之三人共饮一杯吧 好 elders 一定是私人潜 好 你不要好 哎善 三叔 大哥 先敬两位 先干为敬 停 老三太 没事 主公 酒不能喝